吴 见上一面 哈姨 我叫吴向君 自己介绍了 然后这个姨也姓吴 叫吴杀人隔日乐 叫姓 叫姓 叫吴 隔日乐 几个孩子 我三个孩子 两个女儿一个人 都在这本市吗 妈去哪 一个河北 一个内蒙 一个现在长春 我耳朵有点背 你给我提前告诉你 我也有时候也不 我家孩子就听我这事 那你孩子都没在身边 没身边 没身边在找嘛 这个房是你的 我的 哦 你有小子没有 我儿子那个河北 儿子河北 河北 大姑娘在内蒙 嗯 然后小姑娘在长春 三孩子 哦 哦 你家儿女不敢老娘 大老爷那个什么呀 他不得 我那个 几个呀你 我两个儿子45 姑娘44 得知儿女都支持 在找老伴 吴淑更是开门见识 说起了自己的条件 我的工资比 嗯 退休工资是2400块钱 嗯 再加上年收保险开100 这是2500块钱 2500 嗯 住房面积呢 是40多坪 嗯 这个小院都算是 不到80坪 将近80坪 嗯 是地方 嗯 就是瓦房 嗯 但是有暖气 嗯 就是 暖气楼吗 就嗯 不是不是楼 是地啊 不是楼 但是呢 地方好不得 脑和上下水啥都挺好 水 水 水啊 哦 水水都是 那上下水都挺好的 我年龄比你大三岁 嗯 我年龄我那叔叔了 大几岁没关系 你考虑考虑我这个工资低 没有 没有楼 啊 你考虑考虑 嗯 没有楼 没有楼 没事 看来吴淑对无熟条件 没啥挑的 无熟又问起了今后 花销的问题 那你找老头以后 你的工资 打不打算花一点点了 啥的 就是两个人一起花 不够情啊 那就拿点别的咋的呢 你电视上呢 要拿的就不干了 女的都不干了 你妈呀 我嫁给嫁给她呢 我还给她拿呢 啊 张嘴就要我拿 谁干呢 主要是你喝得来 真是认可我 我实在没有说 我也可以拿 你瞅瞅 这无疑考虑问题 是不是挺实在的 看来吴淑对无疑的回答 都挺满意 这不啊 他也直接问起了 无疑对自己究竟是啥看法 你那么真是愣说了 你看我这个人行不行 只要想 有没有处的意思 能处也想 处的意思呢 还真太直接了 我回去之后 我先我给你打电话 我给你打电话 往上电话捞一捞 你要是 要是要说呢 要说这个那个 不嫌弃我 处一处呢 我就要你上我家去 去看看家 看看那小破家 行 185 432 432 732 4 432 1 3 1 8 5 看来这俩人是真看对眼了 就在俩人都把电话号码留完了 红娘觉得这红线签对了的时候 吴叔这边跟红娘道出了实情 我就查你查哪儿了 查咱俩公司也太低 现在物价太高度 咱俩就出好朋友得的 行行行 叔也有话要说 叔也 我耳朵背 你说话口音重 我那十个字吧都听不清四个 那就这么多 我有点想法 能必啊 没了 拉手 这也是缘分 范威讲话也是缘分 最好